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大学生群起抗议的游行照片啊 哇哦 大家看起来好激动哦 场面好大哦 没错 美国决定把钓鱼台猎狱的行政权 连同琉球群岛一起移交日本 消息一曝光 立刻点燃全球华人的爱国热情 和保护钓鱼台运动的火炬 大学生的反应特别激烈 哦 那游行抗议的结果呢 引起了美国 日本和国际媒体的注意啊 我们政府也马上向美国严正抗议 美国回复我国说 美国对钓鱼台猎狱的主权争议 不会支持任何一方 美国只是把钓鱼台猎狱的行政权交给日本 而这种行政权的移转并不会影响中华民国对于钓鱼台猎狱的主权主张 哦 我知道了 嗯 我们外交部啊 当时还特别发表声明 重申 钓鱼台猎狱是台湾附属岛屿 是中华民国领土的坚定立场 嘿嘿嘿 日本哦 切赞钓鱼台 让我们渔民非常生气啊 国际社会的错误决定 对我们影响很大呢 嘿嘿 爷爷 没关系 让我们来想办法 努力把钓鱼台给要回来 好好好 靠你们哦 啊 爷爷老啦 想跟着渔民一起去钓鱼台海域宣示主权都去不了啦 应该是要把百年来的船长的渔充 可以带到团来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所以希望我们共同来打拼 第二岛是我们的 我们要打拼 政策多顿来 我们希望政府持续来国家发声 让我们知道这个渔充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是 咦 这位是谁啊 他讲得很有道理耶 哦 他是我们渔会的理事长 他哦 说的没有错哦 我们要让国际社会知道 钓鱼台是我们的岛屿 我们会坚守我们对钓鱼台的主权主张啦 嗯 其实无论从地理 地质 历史 使用和国际法来看 都可以证明钓鱼台列宇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 台湾的附属岛屿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 就像花瓶鱼 棉花鱼和鹏家鱼 是我国的领土 台湾的附属岛屿一样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定地主张 并维护钓鱼台列宇的主权哦 n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